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妞です 這一次的共鬥女僕呢,新增了兩把武器 那這兩把武器究竟它的性能如何,我們來仔細分析一下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E30單裝炮 其實這個E30單裝炮就是這個E27單裝炮的一個上位版 那它之所以DPS會比較高 主要是因為它的攻速會比較快 所以這個DPS看起來好像是介於這個金凱旋跟金高屏之間 那它更好的一個優勢是在於它攻速真的是特別快 所以在一般火力的加持下,有比較快的攻速 那也可以期待它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全彈發射的一個時間 那我們可以直接從那個3D5再打7-2的道中來看一下,比較一下 究竟凱旋炮跟E30的單裝炮它們之間的表現究竟是如何 好,前面我們看到這個E30單裝炮它的子彈軌跡是會有所偏移的 那不像我們的凱旋炮是5顆子彈非常筆直的向前發射 那當然E30單裝炮它有相當高的射速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子彈跟子彈之間 第一發跟第二發的裝填之間它的後搖非常的短 它不像凱旋炮中間會有一個小的空方旗在發射下一輪的主炮 所以它可以打到更快速的全彈發射,這是它的優勢 那其實你把全彈發射造成的傷害算進去的話 其實或多或少可能已經跟金高屏可以並駕幾區了 所以這個E30單裝炮擁有不錯的射速 然後還有一個榴彈的裝甲加成 所以它取得一個不錯的DPS 那這個主炮適合誰做使用呢? 其實剛剛說過像是3D5就很適合使用 那Z46它也有不錯的一個主炮效率 那它也有一個好的一個全彈發射 再來是2-3,2-3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因為它的一個技能是必須要主炮去觸發的 所以越短的射速武器對它來說可以越容易觸發這個發炮的技能 加上它本身改完之後它的主炮效率也是不錯的 所以可以期待它可以百分之百發揮出這支主炮的一個性能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 冬皇的驅逐 那那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本次活動還有第二把武器 它是屬於對空砲 1-3-4的連裝高腳砲 這把砲是對空砲 所以我們從對空的一個屬性來看的話 威力面板 單次威類是很高的 不過它的攻速非常的慢 所以導致它的DPS非常的低 它只贏這個紫皮的12C一點點而已 雖然說射程是不錯的 基本上射程35是首選 不過它攻速非常的低 如果硬要選的話 我還是寧願選這個113 來的伴用許多 所以這邊能夠可取的地方當然就是火力加15 火力加15是所有這個對空砲裡面是沒有的 那相對而言它的對空是-15的 那這把武器到底好用好用在哪裡呢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算是給驅逐裝備的一個武器 怎麼說呢 因為驅逐本身的裝填非常的高 所以就算給它裝備了這個攻速極慢的武器 其實它也可以有效的把它壓抑下來 一般要是給輕尋裝備的話 基本上攻速都大於1.4以上 再來我們也可以選類似這種高裝填的驅逐 然後帶有火力的 因為它有增加火力的面板 所以北風也是不錯使用的 再來Lavi也是一樣 高裝填然後技能也有帶這個裝填200%的一個效益 所以可以給它使用這個比較高CD的對空砲 然後也可以增加它的有效火力值 所以這基本上我覺得這把砲是適合給這種火力的主砲驅逐件做使用的 那另外要說這個對空砲有什麼好處就是它的火力值嘛 那有時候如果你遇到這種困難海域需要綁驅逐的條件 那有時候可能火力還差一點點的時候 或許你可以考慮上這一把對空砲來增加這個火力條件 進而可以達到進步關卡的一個條件 那資本對空砲既不能量產 其實也是活動獲取的 就當作是一個收藏品吧 好 以上是今天對這兩門新武器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希望有幫助到你了解這個新武器的一個取向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咦